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副组长杨敬慧 防疫期间,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请配合以下事项 1.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2.延后非紧急性的医疗或检查 3.外出时请全程佩戴用口罩 4.请洗手并注意咳嗽礼节 5.每日早晚量测体温 如果出现发烧、嗅味觉异常、腹泻、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 请佩戴用口罩尽速就医 就医时请勿搭乘大众运输 而且应该主动告知接触室、旅游室、职业别 以及身边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症状等资讯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与我们共同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コ Bro 、直播阅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众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破案消息 基隆警四分局一名实习原警 在围捕一名通气份时 遭到对方开车冲撞 一度命违 经过追查 警方终于在台中将人逮捕 撞到警察知道吗 你撞到警察知道吗 弧姓嫌犯落网 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这个月13号 他涉嫌开车冲撞警察绕跑 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监制器拍下 绕跑期间 他出没在公共场所 用帽踢的帽子遮脸 还会把背心拉起来 遮住整张脸 不想让自己的样貌曝光 通作员以后 随即将这个作案车辆 来开到这个三重一带来丢弃 那本队也随即追踪 这个弧姓到三重 来了解弧姓的这个周遭的状况 那这弧姓十分狡猾 不但来观察 这个公有间隙的部署 同时以衣物 口罩来掩路 这个脸部 让警方难以辨识 这个月13号 警察局第四分局 20岁的实习袁警 跟着同事 前往追捕 胡姓窃盗通气犯 嫌犯开车冲撞逃逸 造成实习袁警 林玉杰 左脚骨折 头部出血 经过休养之后 才恢复稳定 而嫌犯逃亡七天 终究逃不出罚网 那现场 收座 胡贤 在作案的时候 所窃取的 四十万现金 其中 有三十几万已经 发言完毕 身上 剩下六万余元 警方随即查扣 那至于 胡贤 在这个 逃逸的途中 相关可能涉及 常逆人犯 协助胡贤逃逸的部分 警方也将 持续追查 警方事后调查 胡姓嫌犯同时被五个地检署 同期中 不想吃牢饭 恶意冲撞远景 现在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原本 嚣张的气焰 全都没了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在这里来看 金融中山区 获选为观光局 台湾经典小镇 为了要打小名号 特别在高远新村 举行了一场 天后阿嬷 首录菜的活动 天后阿嬷 穿着旗袍出场 让现场掌声连连 一起来看看 来来来来 就坐请就坐 以前就来住这 对不对 陈东润住这 对不对 对不对 谢谢 我以前都来 40年前做的 离到现在 现在多数 去再见 台客人 很重要的场合 对啦 所以今天拿出来穿 太开心 平常没有穿 阿嬷喔 我现在做记者 你让我彩虹 谢谢 阿嬷喔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道菜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黄瓜 酱菜 这个是什么 黄瓜 啊这个是那个 胡萝卜 白萝卜 也是腌的 你这是什么菜 这个是什么菜 这个是牛肉 那我们这里呢 还是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籍 是 今天菜是非常的厉害 我现在是湖北 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还没上 等一下 这个是醉鸡 醉鸡 这个是咖喱 咖喱 咖喱 套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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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西洋真的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城市 港口搭载着人们悲欢离合的记忆 也是当年把各式文化迎进台湾的地方 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跟独特的人文气氛 这次整个大街用历史场景的计划开始往西岸这边来进行 所以在高隐新村这边我们结合在地的很多的阿嬷 那他们今天版这个秋楼才忙了好几天 那所以也是呈现这个高隐新村这边深厚的社区的一个文化 比如说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大力协拍的电影《亲爱的房客》 这一次也夺下多项金马奖 导演挑选基隆作为主场景 有八成以上的场景都是放在我们基隆拍摄 主要就是因为从港口东西眼线 展现了基隆旁边有山 中间是港外面却有海 这样的独特城市人文风貌 我想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存在的基隆很多的老味道老记忆的地方 那也是很多的不管是电影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MV的拍片都会选择这里 市场利用商也欢迎各地的民众 可以来多多探访基隆 尤其是目前要大推的一日双塔的路线 这个基隆灯塔到秋子山灯塔叫一日双塔 然后再延伸过来其实就是我们高远新村 跟整个港务局过去宿舍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朗大的一个串街 所以我想未来这整个地方完整之后 的确会变成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之光的世界师王 呂师傅龙师团带出了一支相当特别的打鼓团体 他们是用爱与勇气征服了全场观众 这个爱在基隆跑马钩的活动呢 我们组成了这个雷鼓阵场 我们最主要是由五个身心障碍类别 里面挑选出来的里面包含了盲人 然后还有荣雅及肢体跟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练习了睽違半年之久 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辛酸食 包含了手都打到捡了 对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扭伤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 最主要其实是为了这些身心障碍者 希望能够走出户外 一起参加我们的爱在基隆跑马钩 辛障碍者我们的好朋友们的平权 那权利的一个平等呢 是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身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有这个权利 在社会上得到平等的一个对待 持续来禁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 这些机关跟单位还有厂商 谢谢他们提供实质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让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能够贡献自己的所能 在这边我们等一下要特别表扬这些厂商 还有这些机关跟单位 非常谢谢他们 这是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身心障碍福利科所主办 并且邀请到许多声障团体 共同来参与的嘉年华活动 现场洋溢着爱与关怀的力量 让高厂的基隆市议会多位议员 以及立委 蔡新银辅助代表都用行动来支持这个嘉年华 并且呢也为许多在社会基层默默奉献的机构团体 还有长期付出人员 感谢他们让基隆这个城市 时时刻刻充满着爱与关怀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基隆市老年人口数突破了17% 卫生局就举办了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用星级饭店的美食以及奖杯来犒赏基隆人员 感谢他们长期的付出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星级饭店美食 任君挑选让人垂涎三尺 这不是大人物的餐会 而是用美食犒赏感谢对现代老年化社会 更有直接贡献的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特别是基隆市老年人口比率突破17% 长期照顾越来越重要 由基隆市卫生局举办的 基隆市第六届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除了用美食犒赏 更由基隆市长林又昌 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翔 以及中央官员逐一颁发奖杯 致赠给来自各单位机关的 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感谢也肯定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和努力 默默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来支持我们这些需要长长服务的家庭 以及个人 那每一个个案 每一个照管的个案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都需要大家经验的一个累积 还有无比的这些耐心 甚至还要有很多的一个经验 的一个累积 知道怎么样去给他们更好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为了协助需要长照服务的民众 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不只需要专业知识和热忱的服务 有的更需要爬山涉水到 比较偏郊的地区进行服务 这些不为人知的辛苦 在接下奖杯的那一刻 转化成感受到肯定的骄傲 藉由表扬你们各位来 谢谢也肯定所有的长照人员 那更进一步系统说未来 有更多人投入这个行业 照顾过我们基隆市的那个 长照 我们需要照顾的人之外 也让基隆市的长照者 感觉到越来越幸福 我们刚刚讲5000个个案的话 基本上就是5000个家庭 江新比新把服务长者 看作是自己家人来细心照顾 是长照服务人员共同信念 因为未来大家都有可能 从照顾长者变成被人照顾的长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来看第三届 Pride Bay公益篮球赛 12月20号将在海洋大学开打 今年更结合了8小时不断电的电音表演 要让参赛做公益的球友们 有不一样的声光体验 欢迎报名参加 您爱打篮球做公益吗 第三届Pride Bay公益篮球赛 12月20号在海洋大学开打 今年更结合台北知名DJ教室 IMDJ连续8小时不断电的电音表演 要让参赛做公益的球友们 有不一样的声光体验 增加比赛热度 林佩祥 林敏勋 佟子伟 庄敬盛 张浩瀚等 籃球控议员们 欢迎爱好籃球的各路英雄好汉报名参赛 一起尬籃球 所以就从单单纯纯的籃球公益比赛 变成加上电音表演 然后加上说我们的籃球 我们的家福的公益市集 然后我们很多不同的 不只是只有基隆 而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也包括我们的表演者 一起过来共襄胜取 由基隆家福中心 宇洋文教基金会 基隆福伦社等单位共同举办 指导单位基隆市政府官销处的 第三届Pride Bay公益篮球赛 预定72队参赛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青年学子朋友 在篮球场上的斗扭过程中 找到自我 展现自信 那这就是 还有 要一起做公益 家福基金会大家都觉得 你们一天到晚在募款 是啊 我们募得很积极 因为我们有2300多个孩子 那这些孩子生病了 他们辍学了 他们饿了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些资源 真正用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个活动的办理 今天记者会开得比较早 原因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赶快来报名 目前我知道已经报了31队了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 主办单位表示 将捐出所有参赛选手的报名费 以及当天户外摊位的所有收入 给家福中心做公益 公益篮球赛 保护大搜尼来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啦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 我可以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你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鸭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为了要增加金融港区职场的健康知能 卫生局与金融港务分公司 共同办理了一系列职场反烟 聚冰酒健康幸福你和我的活动 透过港区周边机关主管共同宣誓 建立企业职场无烟冰酒的健康环境 为了要增加金融港区职场的健康知能 卫生局与金融港务分公司 共同办理一系列职场反烟聚冰酒 健康幸福你和我的活动 透过港区周边机关主管共同宣誓 承诺支持反烟聚冰酒职场 提升员工正确的认知 建立企业职场无烟冰酒的健康环境 员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 唯有健康的工作环境 才能够创造企业的价值 我们非常感谢金融市卫生局 为了港区周边职场员工的健康 提供了多元化的健康讯息 以及共同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卫生局也邀请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口腔癌病友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 让员工了解使用烟冰酒的不良习惯 对身体的伤害 并透过安排运动健身 口腔粘膜筛检及医氧化碳检测等活动 提升职场员工 拒绝烟冰酒的动机及认知度 我曾经是烟冰酒的重度使用者 103年确诊口腔癌后 我经历了一场16小时的手术 手术后我没有办法吞咽 伤口不断的花园 只能待在家里 想着自己没有办法再负担起家庭的经济支度 觉得我自己很没有价值 后来很高兴我加入了阳光的宣导队 让我能在这个地方分享了我自己楼安的经验 让大家意识到使用烟冰酒阴朗的可怕 别像我经历那么多的硬痛及心理上的煎熬 各位朋友 一起来远离烟冰酒 让自己有个健康快乐幸福的健康人生 当初抽烟是因为工作的因素 因为我的身边有10个同事 大概有8个就抽烟 所以我从15岁开始抽烟 而且一抽就长达25年 那后来是为了家里面的小朋友 还有自己的健康状况 所以才开始戒烟 那戒烟的过程其实是很挣扎 还好有公司还有卫生局的专业人员 积极的关怀还有支持之下 终于戒烟成功 现在感觉自己的心肺功能变好了 然后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所以有这样的活动 一定会邀请同事一起参加 戒除烟冰酒 让自己更健康 在台湾 口腔癌是我国轻重年男性 最重建的癌症之一 在男性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皆排名第四名 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癌症 登记资料及显示 男性口腔癌发生个案人数 有7058人 每天有19位口腔癌新发生案 其中30至64岁中壮年 发生人数高达7成 另外108年死因统计 当年有3425人死于口腔癌 许多人其实不知道 檳榔籽本身就是第一类致癌物 檳榔籽即使不加添任何配料 也会致癌 绝檳榔时 檳榔纤维会不断刺激口腔棉膜 造成细胞病变 若在合并喝酒吸烟 得口腔癌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123倍 提醒市民朋友 戒除烟酒 檳榔这些成瘾物质 并且每两年做一次口腔粘膜检查 你我一起远离口腔癌 卫生局每年针对吸烟 搅檳榔 及饮酒的高风险标的族群 像是港部基础产业 服务业 原住民及渔业等 提供多元的介质服务 并结合公司部门 共同办理健康促进议题的活动 营造支持性的环境氛围 我们期望藉由职场的系列活动 让这个员工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为什么要运动呢 因为运动使我们身体 产生了脑内飞 让人有愉快的感觉 还有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这样子可以降低 我们对成瘾物质的依赖 当然我们有提供多元的介质管道 包括我们72家的戒烟合约机构 还有我们的卫生所 然后呢还有是戒兵专线 2809 9595 那还有三家的酒饮戒制机构 跟戒酒专线 2430 0193 那这个成瘾物质不仅对我们身体有所影响 其实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运用我们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咨询专线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 让自己跟亲爱的家人更健康 借除烟饼酒健康快乐就富有 您我一起创造健康生活环境 打造幸福的健康城市 金融捷运是百年大忌 到底要怎么规划怎么走呢 金融市议会副义长林佩祥 要求金融市政府要举办公开说明会 让全体的市民都可以了解 交通处处长李刚表示 原则上每一区都会来办理 因为当初我从去年11月总咨询的时候 问说什么时候开公开说明会 您跟我说今年6月 我今年5月份再问一次公开说明会的时候 您跟我说今年11月 那我想请问公开说明会即将延到几月 我应该比较精准讲 我每次讲就是综合规划的方案出来的时候 然后去办公开说明会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预定是今年的6月 那年初的时候是讲说11月12月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方案是比较单纯的 然后也没有延伸到南港车站 也没有整合民生细子线 那也是轻轨 然后也用第三轨 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案的话 事实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但是后来我们这些部分是比较好的方案 那所以这些部分才在10月的时候 透过交通部还有三市首长的会议 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那确定台北要付钱 新北要付钱 然后也要延伸 也要整病 这些方案 大家都认为更好以后 然后我们往下做综合规划的规划 那规划出来的结果才 那时候再向民众办理 那我想请问公开说明会一共会有机场 在你的预估里面 公开说明会会有机场 会在哪里举行 那时候我们有讲过 我们希望或会建议 因为这个是铁道局的主办 我们会建议他在相关的区的部分 原则上最好是每一个区都有办 所以像人籁区安乐暖暖 区主这些我们都会建议他办 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包括最刚才最直接的 每三分钟一搬车 山坑也好暖暖也好 他的平交道是否会更加回堵 这边回堵的原因 是因为local的交通 也就是我们的自驾车跟计程车 跟自驾车 计程车 摩托车 还有公车 是不是会让平交道更加回堵 那第二个 未来台北车站所需 到台北车站所需的时间 是从基隆车站开始 我们都知道基隆车站其实不会废 但是基隆车站会移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是捷运 不知道 是火车 不知道 那从基隆火车站到台北火车站 未来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完全不清楚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从巴督端到基隆端 未来不管是捷运 轻轨 还是什么轨道运输 还是火车继续 是走平面高价还是地下化 这是所有有关基隆市 我听过很多以前连任的议员常用 百年大忌 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百年大忌 2020晨曦生活节开跑 以展览 讲座 工作坊 电影放映等方式 展现万华多彩多姿的面貌 庙宇文物 信仰殿堂 还有拜拜教学 热闹的街区轮廓 带您认识晨曦生活 剥皮寮历史街区 结合蒙甲龙三寺 青山公等在地庙宇 百年店家 开启一场蒙甲狂欢庆典 邀民共享 另外也透过电影放映 颠铺彩绘 导读等主题 让民众体验 常民生活的活力 蒙甲地区所要呈现的就是 一般百姓的生活 这里是最接地气 这里是见证整个两三百年来 台湾的生活的环境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美食 我们这些商圈等等 都这么重要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 当我们推出城西生活节 它要呈现的是历史风华 它要呈现的是公庙文化 也要呈现长民的生活 把这些三个重要的主轴 汇集在一起 走一趟剥皮寮历史街区 你会发现 台湾更多的历史脉络 曾经在城西丰富的生活圈 感官体验以次满足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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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